割別了兩個星期的梁山博又和大家見面 麥波和麥叔 你去哪裏 解釋一下為何你不在家 去澳門工作 我們都說澳門 溫年不同的時間 出差勁強多 都想念各位觀眾 是的 很忙的 當然 我們節目一直都還了體育的話題 但體育又脫離不開社會 其中一件事 在我們錄音的前一天 香港有一部大型同志的遊客 其實這就是 我外面回來搭車 突破事撞到 鎖了一個小時的遊車 真是可憐 你更加說是可憐 我不知道 我們才有這個 我都支持 中國視衛遊行 中方來說是第一次正式的遊客 又不算是第一次正式 但是這個聲勢 這個聲勢 因為很多人這次出了櫃 其實就是一個不巧合的時間 最重要的是 萬彬議員 我今天聽這個城市文化 都很對得著樓 有它在這裏真是好很多 這個我都用這個說話 很好的 在外國其實這些問題 在先進國家 基本上都不構成一個政治的話題 但是在香港特殊 即是連這個 在立法會裏面 去諮詢 都遇到傷害 我們講的是多元和諧 包元的事 是的 其實這個問題 和體育界都可以各樣的相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即是 如果我們去想一想它的歷史 為什麼有這麼多競技 其實就是一件事 就是想世界大同 你看到奧運的標誌 宣徒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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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願你在運動場上去競技 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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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面的價值觀 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價值觀 即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導致衝突 那些衝突處理不好 就會有戰爭 其實說同性戀 都可能是其中一個 但是 如果我們用體育界的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上升到一個問題 就是歧視問題 沒錯 講到這個話題 基本上是講不完的 我們盡量精隔 為什麼說講不完呢 即是事緣 歧視的歷史又很遠 但是法治到今時今日 又難以避免 其中的例子 就是前幾個月 Terry 對 講過一個 種族歧視的語言 到前幾個星期 前兩個星期 好像英國的求情 我不怕說Celsea上課 但是 你看到外國 他們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說在歐洲 或者在美國 相當之果斷 一來就 即可 沒有用商業理的問題 即是 有利用商業理的問題 即是 立即要去停止 立即處理 不像其他國家 或者我們香港 拖來帶水 這個歧視 其實包含很多種不同的歧視 官不同性 是其中一種 我們會講 最大的問題是種族問題 沒錯 這個我想基本上 在美國來說 可以講 是一個示範 所以 示範 就是 很多種運動 都包含了種族 歧視 反歧視 一個有真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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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支持 其他運動 我不太懂 其他運動 因為香港最可笑 我就不記得 殴瑯 平權 juntos rint 拳賽 都是白人 藍投資都是給藍投 正選一定是白人 不過是一樣 都是白人打 所以當時有阿里突然打黑人打變打得不厲害 其實觀眾需要什麼 觀眾不是你們的種族 作為黃官少爺來說 他們不需要哪個種族都沒問題 最重要是發揮好 發揮好的話 人們會順敗 你這樣說 你這個看法也是近代看法 據我所知 如果權在最初的層次就不給藍投 只是白人自己打 打一打 發展到就給藍投 但當時最初的權王不是黑人 但打一打 有些客人打得很厲害 變成一個拳賽 一個種族入面 即是大家說 種族高低的一個場地 就變成白人拳王和黑人拳王打 白人拳王就是什麼呢 叫做白人拳王 其中一個幾個出名就是Rocky Marciano 就是Rocky這套皮 但打了一下都白人都沒有了 我想到二十世紀初 除了Rocky Marciano 之外 基本上重兩級的權王 你看上去都是客人 但發展到越前又出現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剛才你說的 亞利 但亞利原本就不是叫亞利 原本是叫Klea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美國客人的一個評斷運動 其中一個論點就是 黑人的性其實都不是我們本人的性 Anderson、Smith 我當然不是那些性 那些性是他以前的奴隸主人的性 他們用了 所以當時其中一個很著名的黑人 又不可以叫做民權領 即運動領袖 黑人的一個所謂革命的主張者 就叫做X 他原本叫做LITTLE 即是LITTLE 很小的 但人都高六七幾高 那為何都叫X呢 就說我原本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 可能我懷疑其中一個選擇改這個名字 我以這個姓都可能是很嚴重 於是更順利以斯蘭教練 改名叫亞利 我記得那場拳賽很有趣 他跟另一個對手打 那個對手叫Floyd Patterson 聽說他在美國的拳壇市場出現最快的 但他拳不夠重 那些拳比亞利還快 但不夠重 亞利是怎樣玩呢 因為他一直改名之後 這個黑人Floyd Patterson 就跟他說 一直都叫他Play 不是叫亞利 亞利很生氣 但怎樣 上場的時候就去玩他 一直拳拳到肉 但打他不倒 一直用粗語問他 What's my name What's my name 一路不停打 他可能那場幾乎打死他 最後就是亞利特國的網名叫亞利 不是叫乎其利 你看到整個種族的反歧視和歧視的抗衡 就是一個人的 一個人 一個民族的遊戲 不是啊 他直接上升到 為什麼當時的拳賽這麼轟動呢 因為他不是拳賽本身 而是牽制到整個美國 各個家人 各個家人 他跟庫里莎打 庫里莎就是支持美國的建制 就是建制嘛 阿利就反建制 四分三票 對 所以打的那個 就是 包含了很多這些 巴士和其他人坐 對 可能是一個人的比賽 其實牽涉到整個很大的社會意識 對 包括他的擁躉 對 他的價值觀念 也是西方可以接受到 體育那裡 開始帶出一些新的訊息 比如說以前有愛知病的運動員 比如說有些小數民族的運動員 他可以表現出來 而那些人是接受的 對 我相信30年前 那麥珠浩出現的話 都不行 都不行 就是比賽的機會都沒有 沒有啊 他那時候 我記得這個日庭的話 講說 珍貝康傑 Saturday Night 那套戲是說的 那些意大利人和客人搭來跳舞 原來那時候 那些意大利人 靠一跳電腦 他們都看了 沒錯 在Disco鬥舞 他們只是不看 所以 到了現在 反過來 他可以找到 除了是黑人 那個 可以打得到 打球 或者 他的文化 也帶了出來 其實都是 不文化 黑人口音 有些人會模仿 白人去模仿 這是很有趣的 但是 我們剛剛 台長上說的 社會意識問題 我們為何會對 一些 自己不認識的 一些 意識言態 會這樣歧視 因為大家都沒有一個公開的地方 去表達 而運動 正正歧視 就給了你這個場地 給了一個這樣的場地 也令到有些人 真的可以很驕傲地告訴你 我就是這個人 你說這個很重要 譬如說 黑人 他在學術 經濟上 基本上在玻璃 找不到自主 沒錯 他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體育 音樂 音樂 音樂時 我還未登彈 是的 他在那裡 找回自己的身份 所以說到這個題目 我想Paul可以介紹一套給大家看 或者一個事件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種族歧視的問題 在美國裏面 觀眾來講 都可以看一套電影 一套電影 江門之路 說的是什麼呢 說的是一間 德薩斯 一間大陸 德薩斯的牛仔文化歧視更加大 而那時候的大學 有黑人進去 也很難 很難 當時的NCAA NCAA 的地點 只有八人 身為正算打球 黑人 有一兩個 人覺得黑人 帶球很厲害 不過要打團體賽 沒有他分 剛好正正一間 正式升級成為大學的學校 他考到NCAA 請了一個教練 教練很有趣 我是想搞這個運動 我是想令這隊球隊贏 學校其實是不理的 他就找不到白人球員之下 就找了全隊有七至八個黑人球員 一直來講 他都有三個黑人球員 兩個白人 或者會多了黑人球員 就被人歧視 很重要的 最後他入到決賽 入到總決賽 對著肯德基大學 肯德基大學 有一個名像 大家可以看看 他叫做Pat Wally 就是以前熱火隊的全球教練 正正在Kentucky那裡打 對著這隊 Kenters-Westerns 最後呢 因為這個 由黑人帶領的球隊 竟然可以打到冠軍賽 這是很轟的緊張 黑人是 他們找回猴子打球 為什麼可以這樣 最後是打街球的形式 再混合白人的組織戰 最後呢 就是這場比賽 教練當Huskin 就說 既然這麼多歧視 我是一個白人教練 我也頂不上這種歧視 全隊 今次我是所有白人球員 全部退出 不打 只是黑人球員 八個黑人球員 打完整場比賽 結果竟然被他拿到冠軍 接著之後 全美國下一連之後 就開始開放了這個黑人的禁忌 就可以給黑人球員 因為認識到 原來是的 黑人球員是可以打的 我要拿冠軍 我不是要玩意識形態 給黑人有很多 進入大學的希望 這是第一件事 現在為什麼會有 在美國裏面 就是因為這件事變大學 可以帶出來 以前都有的 但以前給了一個兩個 但以後就說 我不是要找一個種族的球員 我是要找一個可以打球的球員 要找一個學生 要找一個讀到書的學生 要找一個白人的學生 整個意識形態改變 正是因為六十七年代 剛剛好就是平平運動 以一個比賽來象徵了整個 美國的平平運動 那樣是NBA組 尤其是NCA組 那時候NBA是未開始勝任的 當時有兩個職業聯賽 一個叫AGABA 一個叫NCA 兩種運動比賽 但都未成形 比同一的 後來之後 因為有了 NCA行先 NCA因為大學 不多都搞了比賽 當時的職業聯賽 還未成為一個氣候 70年代 這裏70年代已經有 NBA在80年代開始 才會比較 當然之前有些民宿 現在是大約六十多年代 但之前有民宿 但當時是分了很多不同的聯賽 最後就是大一統 變成NBA 然後提外話 現在這位斯坦 由830年開始管理到熱 由他的管理 成為一套模式去做 沒有分裂 沒有散開 還有全球化 那時候他帶出了很多新話題 比如說中國運動員 比如說非洲的運動員 麥湯寶那時候 他來到就告訴你 我非洲那裏 是有這樣的貧困問題 我打完球之後 就想拿籌款 就興建醫院 是這樣的 這個 Paul說了很重要的一件 就是很多現在的社會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很多時候 在那裏運動場 都是一個最佳的宣傳效果 如果你說非洲球員去到美國打 他會令到很多美國人 因為看這些球 而知道非洲拍攝的問題 很嚴重 那些普通的年輕朋友 很多時候世界大事 什麼都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的城市發生什麼事 他就是看這球 才知道其他 在世界上有什麼問題 非洲飢荒的時候 在全世界音樂人士會教這些音樂會 NBA有沒有搞到運動員 支持一下非洲 有非洲運動員去推動的時候 會有 出場 出場 他們會有些基金去贊助和支持 但是要他達得好 戰力之下 他要達得好才行 這個事情 這麼多 搞比賽 有沒有搞過 少用這件事去做 因為始終是一個生意的問題 但其實我們帶出了一件事 其實有些 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在香港來說也是 其實 有很多人很怕他出去表現自己 但其實他表現到自己的球場的時候 他其實會帶到一個 不僅是自己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說可以表現到很多 整個民族 整個社會的問題 如果你有一個 譬如說一個 印巴籍的運動員 在學界那裡打到出色 其實這件事是帶出了很多很多的 對 帶出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如果不是打散區 就是打散區 這件事其實 運動場上可以給到的 也是很多人借用運動場上 去講出一個社會意識 大家去公平競賽 不是說哪個種族 不是說NBA的體制 多厲害 東歐、亞洲、亞洲 另外一個角度 即是第一件事 尤其是年輕的觀眾 很多時候他看到的事情 是take it for granted 這些意圈 其實不是的 那是經過很多代人的努力 才做到我們今天這個 相對平權的社會 除了剛才我們講的種族 反而到同性戀的問題 就更加遲 因為種族可能牽涉人比較多 也沒有辦法去掩飾 因為黑人是黑人 黑人是白人 就是白人 一看就知道 但同性戀的問題 可能是隱蔽性比較強 所以那個平權的道路 就更加窮 我們記得以前有個叫水王子 他也很遲才出軌 就是那次 你不堪勤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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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萬 八百萬 剛剛第一屆 我們有紅禮 而跳水現在有這麼輝黃的成績 那時是輸給盧吉利斯 那時輸給盧吉利斯 比他更漂亮 那時是看著他們跳 那時不像加碼 或是中國隊混亂跳水 但這個也可以說 那個故事是這樣的 當時盧吉利斯 跳水王子 他無論身形或樣貌都相當標誌 他一次失手就堪勤奏他的頭 在沙蕊大陸 對 然後下水 剛才看到了 那時有個直播 他自己因為一路都是同性戀人 但這樣一大問題 他有愛滋病 下水後流血 他自己很害怕 不是害怕自己 是害怕傳染人 那時的愛滋病 不是很普及他認識這個 那時只是恐慌 恐慌 那時有很多重招 那時恐慌是怎樣 就是害怕碰到也有事 所以引起很大的恐慌 但幸好後來這件事就沒有了 龍金利斯到現在還健在 不知道 我想應該是艾蘭 我近年有看過他的樣子 都開始白頭髮 但另外一個 Paul可以說多一點 這個就是籃球界的經典事件 就是Magic Johnson 但他不是同性戀人 但他不是愛滋病 他是男嘉者 那時的局勢 那時的局勢 球員是很... 你當時的局勢 我想到現在還是 他會說他那時 是經過很大的掙扎 才可以讓他進去 因為他的球技根本就是 已經是殺大陰 那時只有Larry Birdman 兩人去打 就是NBA最觸目的那一點 他那時跟米高佐敦同 總是會做一點 對 總是會做一點 對 那時佐敦還說 再後一點才可以吃 那Paul說一點 Magic Johnson這件事 Magic Johnson是魔術手 我想很多喜歡看籃球的人 會看到 那時拍著Jaba 拍著Jerry West 拿了很多 胡人王 就是當時的 百歷面代 就是那時 Jaba就是 秘少龍的死亡遊戲 對 對 所謂的魔術手 就是他傳球完全是 no pass 現在說很多花招 那時是Magic Johnson 那時很有趣 白人就是Larry Bird 很正統射三分 很正統打位置射三分 那Magic Johnson 你猜不到他為什麼 突然傳球出去 那就是兩個 一個很好看的換腦 也是黑人到白人之爭 又是這樣的東西 又是這樣的不肺意 最後就是 他是一個濫交者 有很多Chair Leader 他有職位 之後他又得到愛滋病 他休息了一年之後 他回來 究竟他能不能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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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沒有跟他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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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很恐懼一件事 恐懼一些人某些人或者整個性格 可以把它說出來 令很多人多了認識了什麼叫愛滋病 我們中國的楊冠一的醫生 幫Magic Johnson去用雞尾酒療法 整件事就是這樣有故事 何太一 何太一 如果大家這麼善亡 也記得10年前他跟姚明拍的廣告 就是介紹愛滋病 剛才你說的Nodoplus是這樣的 他看一邊的波傳 這個我想現在就很代色 但那個年代又是他的殺手駕駛 這個愛滋病的問題 其實如果又是剛才我們幫我講的 今次有很多技術疾病 但那個年代 愛滋病是不知的 所以其實 無論周邊的人或者他自己 他的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但可能他的人又真的比較樂觀 他可能他的體質比較好 他到現在仍然是 仍然在胡仁那裏做一些管理工作 也在電視機那裏會講樂歌 樂歌 很有娛樂性的 對 這個證明一件事 就是由同性戀對老母愛滋病 本身 這個平權的問題 又相對比以前的大弱 你那個種族的問題 要搞成百年 起碼五六十年才叫做有幾成績 但是同性戀的平權 一旦出來之後 我想是前來打了二三年 在美國 這樣就相對扭軟 畢竟是這個影藝界出面 反應 我想其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無論怎樣也好 很多西部仔是以這些 太陽明星座的擁有擁有 即是他出來 譬如姚明說一件事 就會令到很多人都入意很多 如果你說叫一個politician 叫一個籍子的分子 基本上效果就完了 當年就以姚明去做一個外交官的認識 去把中國文化帶去給美國人看 或者是世界人看 但可惜就說 他帶了一部份 帶了整個中國文化出來 他已經很努力了 我想他們起碼拍這類的廣告 真真 我想我也不可以發視 反之而姚明 將美國的文化 就好像不想戴回中國 這個更加 因為當時姚明的衣服在中國裏面 是賣第二 第一是他的隊友 McGrady 有人反而喜歡黑人的活動 HipHop 反而不想戴回頭 這個很有趣 剩下的小時間 我們就講講香港的問題 好 香港是相對比較小的地方 這些問題很多時候都不會浮上水面 尤其是很多時候都會浮上水面 香港是比較耐廉 現在都不想把事情拿出來 但體育界中的歧視 你覺得今時今日是哪個方法最嚴重 其實香港體育界 如果你說歧視 不如說大家各自為政 打普及就是印度人 寧願在自己各有各的地方 大家都不會牽涉 這個變相是 烏南 這個不是法律上的 是自己自動的社會 是他玩過一樣東西 我打開香港 你玩過我我走 當初最多外援 不是大陸下來的 你說誰 作為僱傭兵 沒有作為一個民法 大家去共融 當時有說 他是內地的球員 當時宋年擁有 我想有些民眾 沒有什麼歧視 足球可能有一點 足球大家關注於新金問題 同供不同籌 不群立的人工 和一個外籍球員的人工 是兩個人工 所以大家就不計劃 香港的球員 又會看幾多人工 和一個外籍 又不同 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如果基金球 有香港沒有聲音 就霸佔了代表位置 沒有 你很肯說 因為技術雖然始終相差太遠 就算美國也是 很厲害的 請你過去也是這樣 但我又想再提出 為何葉貝廷 香港人打得這麼好的成績 香港人有這麼多總會 他也不會打得好 但問題是為何會 因為想說 香港人也可以 你只要訓練他 你不需要找外國人 對 最終就是單車 單車 甚麼是種族的人 你都看到外出的單車 就多了 我想如果我們操線的理解 相對這些歧視的問題 香港也是比較會隱蔽 但我認為處理上來 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你始終跟國際接軌 比較明顯 香港就是教國內運動員 拿牌 拿牌 你以為要拿牌 甚麼都要接受 不過也是這樣 中國運動員 拿牌之後 就說他是黃蟲 暫時我們還未見到 我們第一次結束 我們第二次回來 還有其他話題